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龙匠奸乡 龙马奔腾 狼牌特区 有请 王老师好 两位老师好 24位女嘉宾 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叫顾应飞 今年25岁 是来自广东珠海的上海人 本嘉宾由真爱网推荐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容正蛋糕好吃不上火 爱之情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 可以经常陪我去看夜场电影 10号 男嘉宾你好 你好 因为我是那种 每天都是早睡早起的 然后我一到晚上差不多8点往后 我就会犯困 可是你要经常去看夜场电影的话 你不会犯困吗 因为我觉得看夜场电影 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然后也是比较有氛围的事情 然后氛围带动自身 应该就会越看越精神 而且又是跟自己的女朋友 那你会介意你的另一半 就是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吗 这当然不会介意 而且我觉得就是睡着 然后靠在我肩膀上也会 更加会有气氛一点 马亦凡 男嘉宾你好 你好 就是我也是个夜猫子 我可以陪你去看夜场电影 那你可以给我买早餐吗 当然可以 我觉得买早餐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王子晶 男嘉宾您好 你好 就是这个电影一定是要去电影院看的吗 比如说晚上两个人在家里 然后找一个好看的喜欢的电影 一起在沙发上窝着看 这个当然也不错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看完电影 散步的过程 然后街道上也没有什么人 就好像就整个世界 就只有我跟他两个人 然后我还可以甚至模仿一些 就是电影中的剧情 我觉得这就会更加的分色一点 明白了 我认为谈恋爱两个人 去电影院看电影 这才是有仪式感的 你家的影院做得多好 也不如花钱买两张电影票 弄着爆米花 看着灯熄灭了 最后片子看完了之后 灯光亮起来 带给大家退场 带给我们谈恋爱的那个过程的完整体验 那才是爱情当中应该有不可或缺的某种仪式感 下一个问题 我不希望我的女朋友会介意我每周日失联半小时 因为我从小就养成了就是有追忆部动脉的习惯 然后她每周日更新 所以就是希望就是可以有半小时的时间 让我自己自我放松一下 当然我也并不介意我的女朋友可以跟我一起 对啊 你看你这个表述就有毛病 那万一女生说我们可不可以一块看 这多有意思啊 你不要说失联 谢谢 那个剧叫什么来着 是《航海王》 你播了多少集了 一千多集了 每周更新 每周日都会更新 15号 男嘉宾 你好 我也是很喜欢《航海王》这个动漫的 但是我就是看到中间就断了 因为她更新的太慢了 但是我每次想看的时候 我都会从第一集开始看 你愿意陪我从第一集开始看吗 从第一集开始看吗 没事 一千多集很快就看完了 大家愿意 大家愿意 因为这也是很经典嘛 所以就是百看不厌 好的 谢谢 好 来看片子 分析利弊 制定计划 果断行动 从不浪费时间去纠结 也从不后悔自己的决定 我是顾云飞 从小开始就自己规划我的生活 初中旅游时 被马来西亚的美景迷住 就选择了出国读高中 高考填志愿时 出于对北方风光的好奇 化考了东北财经大学 综合自身发展的优势后 现在硕士就读于济南大学 攻读国际商务方向 生活要有规划 旅行需要计划 春暖花开 我的旅行诀窍是 心血来潮时 要马上动身 8点买票 12点到重庆 1点抵达重庆之业 2点在离子巴打卡 3点到达202场 逛吃逛吃后 7点和红牙洞合照 9点看一场Live House 心满意足地把重庆逛遍后 终于可以给双腿放个仗 其实我平时旅行计划 也并没有这么紧凑 但是我还是蛮想体验一下 最近很流行的情侣式拉链式旅游 说到女朋友 其实这次上节目 还是前女友介绍的 我们和平分手以后 她看到我一直没有谈恋爱 就找到我说 你怎么一直单身 要不去上《非诚》吧 虽然被前女友介绍来相亲 有那么一点小心酸 但是这个决定 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从小就是《非诚》的忠实观众 没想到有一天 自己会成为场上的 单身男嘉宾 希望能牵手一位心仪的女生 成为本场的幸运脱单男生 这个所谓拉链式的旅游 是你的爱好 还是说 现在有一些年轻人 喜欢这种风格 现在也是比较流行 这样的风格 但是一些特殊的原因 这次就是报复性的旅游的一次 7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就是我的工作比较忙 我每次出去旅游的话呢 我一个城市 我只待一天 就是我可以多玩几个城市 虽然很累的话 但是我每个地方 我都能去打卡 我觉得这跟我的节奏很合 对 就是很合拍 像她这种到欧洲去十天 可以玩十二个国家 这个好 效率高 以后有机会的话 可以约一下 好的 好的 郑琪 男嘉宾 你好 因为我也是这种 无论是一天两天 我的所有的旅游 我吃喝玩乐 就会按你刚刚那样 你时间点 然后做一个表格出来 然后再去旅游 或者是 比如说这段时间 突然听到有人说 珠海的情侣路 只要情侣去那里走路 就会分手 那我就会挑一个时间 然后之前约男朋友 从头走到尾 这是什么意思的 这是不应当你手 就是想打破这个谣言 但是没有打破 金洋洋 男嘉宾 你好 我刚刚在短片里面 有看到 您有说到 你这次来《非诚》 是前你有介绍的是吗 对 是 我想说 就是你们两个分手之后 还能保持就是 像朋友一样的关系是吗 对 是 因为也不是什么 原则性的问题分手 只不过是因为 一些未来规划不同 所以 我懂 那我觉得像因为 这种分手之后 还能保持一个 比较良好的朋友关系的话 这对男女双方之间 应该都是很好的人 因为比如说分手的时候 那不愉快 一定当不了朋友 确实 是的 所以我觉得蛮好的 谢谢 当时她第一次 前女友给你提 让你到《非诚》来的时候 你是一下欣然接受 还是开始有点小排斥呢 我是以为是开玩笑 结果没想到是真的 然后从小也看《非诚》长大嘛 所以就是也想从观众的视角 变成一个男嘉宾的视角 来感受一下 我得给大家介绍一下 她的前女友 也是《非诚勿扰》上的女嘉宾 她现在就在台下坐着 没下呀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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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之前来到《非诚勿扰》参加的女嘉宾 主持人好 男嘉宾好 我叫吴佳可 我也是一个比较宅的女生 在家里的时候看看《路漫》 然后看看电影 这样子 我这次来就是想感谢一下这个节目 然后让我现在的男朋友 通过这个节目找到了我 然后认识了大概三四个月 然后现在我们特别恩爱 所以我就觉得 岳飞她那么的孤单 就是想把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介绍给她 所以就把她推荐过来了 对 你现在男朋友呢 真的男朋友在英国 在英国 她不在现场 不在现场 有照片吗 有 我们看一下 很恩爱 好甜蜜 我看到这张照片之后 我眼睛迅速看了她一下 她略微不自然地嘴里边嘟到了一句 好甜蜜啊 那你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你看了她们的照片之后 很甜蜜 很甜蜜 然后也很 我当时惊了 你没事吧 你给我介绍对象 到后来就是我们关系也相处的 还挺好的 就和平分手嘛 然后我觉得有机会 我也可以把她推荐到我们《非诚》上面来 8号 男嘉宾 我前男友如果给我介绍男朋友 那他肯定是觉得这个男生 跟我很多方面比较适合 也可能真的会为我而着想 然后反过来的话呢 也是这样的 如果我觉得我能遇到一个 各方面的性格跟我前男友很合适的 那我也相当于做一个好人了 对不对 拉一下线 也祝福他们 我就是这样想的 那如果 那我是这么想 如果你们俩谈着恋爱 和你前男友 一块吃饭你们三个人 你觉得OK吗 A 我不介意 我OK 都是朋友嘛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嘛 对不对 7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就是我每次跟我的前男友分手之后 我都会跟他们说 可以当朋友嘛 但是我的前男友统一回复 都是不可以 这是为什么呢 可能你的前男友对你还有余情味料 所以就是因为在意 所以才做不了朋友 你看像我都站在《非诚》这个舞台 全国观众都看到了 就也能代表就是我跟我的前男友 真的就是普通好朋友 并不是所有的前男友都有可能处成这样 有两种 一种是曾经有过严重的相互伤害 第二 特别漫长的恋爱未果 比如说两个人爱情长跑八年 十年 是的 没有走到婚姻那一步 提都不能提 提到眼泪就花花的 这种事有没有 有啊 我们也经常看到影视作品里边有 生活中也有 就是我说的意思 并不是所有的前男友都有可能成为这个模样 但是我们不排斥所有任何的可能性 像这样 因为比如说性格不太合适啊 或者是等等等等这样的因素 没有走在一块儿 以后还是好朋友 还经常联系 非常正常 14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突然想到 如果说你的女朋友介意你的前任呢 我并不是跟所有前任都还会保持联系 而且就是我的现任应该不会担心我跟他的关系 因为你看我敢站在全国观众面前 这个态度就可以说明我跟他已经没有那种感情纠葛了 如果你跟他谈恋爱 他跟你说不要跟他联系了 把他删掉 你会同意吗 好 虽然有点抱歉 但还是不好意思 介绍完扭头就删了 好 来看下一条 真正的情感是需要为对方考虑的 而不是只顾着自己的情绪 他是我的学妹 他生气 我哄他 占据了我们恋爱的大部分时间 有一回我们一起看宠物电影 本来好好的 他问我 那你以后是想养猫还是想养狗 养猫 我说想养猫 他就不理我 他闹情绪还不分场合 一次带他看老同学的演出 同学好心地给安排了座位 全是你的朋友 我跟他们做一块多尴尬 可是这排要离屏幕很近 那你自己一个人看吧 不好意思 他情绪的影响力 往往超过了事情的本身 也带给了我许多的负面能量 我们的恋爱 在我最后一次新会议的时 走向了终点 他在准备考试的时候 压力很大 每天都睡不着 我知道后 帮他想了很多办法 没想到 关心换来的是抱怨 你找这些有什么用 什么都帮不到我 我觉得好的感情 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力量 但是如果两个人相互消耗 相互影响 我觉得那不如趁早放手 接下来的一段感情 我对他是一见钟情 在朋友的怂恶下 就鼓起了勇气 我看你很有演员 方不方便加点这些方式 那是我第一次主动搭讪 还有些不好意思 在一起的半年时间里 我们没有过任何争吵 只是一聊到未来的规划 两个人都有意无意地避开了这个话题 时间久了 我们决定还是要正视这个问题 不能再逃避 我想要回到上海发展 他也不打算离开广东 我们没有办法在这样没有结果的谈下去 于是两个人慎重决定 和拼分手做回朋友 这段感情虽然有遗憾 但是我们各自也都放下 他也找到了属于他的幸福 未来如果再有异地之内的情况 我也会积极地应对 希望未来的另一半 是一个成熟 善解人意的女生 贾倩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刚才我看见你 VCR里你说 就是再有异地的情况 你也会积极地去面对是吗 是的 那你未来的工作就是 如果是异地的情况下 你愿意去对方的城市吗 我觉得可能我不太愿意 但是我觉得 现在交通也是很发达 然后没有什么问题 是一张机票或者一张高铁票 而不能解决的 现在的我就是更加倾向于有问题 那就解决问题 不是过度焦虑逃避问题 好 谢谢 郑琪 好 男嘉宾你好 刚刚看到VCR中 你第一段感情 就是女朋友闹情绪 因为我以前的话也是很喜欢闹情绪的 就是那个时候呢 网上有很多网友分享 女朋友踩在自己的新鞋上的那个照片 我都问她说 那我可以踩一下你的鞋吗 她说不可以 然后两个人莫名其妙要吵着吵着 就互相拉黑了 就是我现在回看这段感情 就是觉得太孩子气了 在发泄情绪上可能还是更需要看一下对方的态度 就是多站在对方的角度 所以我特别好奇你想要女朋友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发泄情绪呢 我比较希望就是可以跟我的女朋友就是平和的聊 以聊天的方式 然后把问题矛盾给解决了就好 14号 男嘉宾你好 像你现在这个阶段的话 你觉得你发小牢骚的这些频率大概是多少呢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 一般假如不是原则性问题 我都可以接受这本事 好 谢谢 海啸 男嘉宾你好 你好 刚刚我看你在V3里面说 你上一段恋爱分手 你觉得是一段没有结果的爱情 所以你选择分手 但是我觉得在我看来 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如果我明明知道一段感情是没有结果的话 但这个过程是让我觉得愉悦的 幸福的 甜蜜的 那我觉得它就是一段健康的恋爱 什么才叫结果呢 哪怕走进了婚姻 那总会有生老病死 总会有一个先离去 所以我觉得爱情更重要的还是享受过程 确实 我也特别同意韩笑刚才说的这个话 不止一次听不同的男嘉宾都说过 我一看我可能跟他没有结果 我就想问你要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最好理解的就是结婚嘛 对吧 你根据什么来判断 他跟你会不会结婚呢 你不相处 你怎么知道合不合适呢 愉不愉快呢 有没有共同语言 有没有共同价值观 有没有共同兴趣爱好 你什么都不开始 就是你就能判断我跟他有结果 或者没有结果 这个逻辑首先就不对 而且从更高一个维度来说 韩笑说的是 难道婚姻是我们唯一追求的结果吗 难道我们都知道有 我们的生命的最后结果是死亡 我们的这个过程就都没有意义了吗 不是啊 我们更要追求每天幸福快乐 美好的生活呀 所以每一段感情都是有价值的 而不是说我们一眼望去 就去直奔我们要的那个结果而去 不应该是这样的 最后一个问题 7号 男嘉宾 你好 好 就是我看你微笑短片里面说 你的前女友就是 不喜欢跟你的兄弟在一起 我觉得喜欢一个人就是说 想让就是对方的朋友去认可自己 还有就是如果我喜欢一个人的话 我会包容他的小情绪 我会包容他的小情绪 谢谢 谢谢 现在留灯的是 1号 5号 7号 20号 上去灭掉两盏灯回来 有请7号 20号 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开扎屏 12号 好 顾运飞的制推女生是 纯粹好醋 零添加 横顺精油 零添加香醋 为您揭晓制推女生 假小丹 男生 阳光俊朗 热情浪漫 感情上敏感细腻 喜欢有小惊喜 同时看重礼节和互相尊重 女生 气质出众 品味精致 上进心强 不亦服输 感情当中享受彼此的亲密时光 和仪式感 喜欢陪伴与分享的感觉 两个人的性格都有那么些倔强 又有自身的追求 相似性的性格更容易产生 灵魂共鸣的一对恋人 供两位参考 我们来看女生的基本资料 贾倩 爱工作 爱生活 我期待的恋爱 我是女球迷 你选一个 我期待的恋爱 二 正式地告白 被坚定地选择 即使头发花白 还有说不完的话 这就是我心中最美的爱情 还有 这种爱情不适合我 我不可能头发花白 正奇 看看这样的我 理想的她 我的恋爱观 我的恋爱观 三 在恋爱中 自己是个敢于尝试的女生 但是只要发现了 双方有不合适的地方 就会主动提分手 贾小灯 和谐一家 我的生活 憧憬的恋爱 憧憬的恋爱 喜欢懂浪漫 会给小惊喜的男生 想要和她一起漫步在海边 看着落日余晖 说着开心的事情 勾画着属于彼此的未来 庄小琪 我的两面性 我喜欢的 我的小佳 我喜欢的 喜欢皮肤白 微胖的男生 因为捏起来会有安全感 她倒是白 倒是不属于微胖 我努力增肥吧 我努力增肥吧 最后一个问题 问四个女生 我想请问一下四位女嘉宾 就是上一次生气的原因是什么 我上一次生气应该是跟我妈妈 我妈妈让我去 就是每个星期都给我安排相亲 然后我就比较生气 我上一次生气的点应该是 我跟闺蜜约好了出去吃饭 结果她放我鸽子 谢谢 我都有点忘了我上一次生气 是什么时候了 大概是我自己身份证找不到了 自己跟自己生了的东西 不行 我上一次的生气的点 是跟我前男友 我烧了一顿饭给她吃 她说我烧饭难吃 所以我很生气 那事实上好吃吗 事实上其实我都吃不下去的 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选中间两个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 是 另外两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你的决定是 我的决定是 我的决定是 我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你的决定是 我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我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我的决定是 我的决定是 我希望可以多吃你做的饭 然后增肥 多吃你做的饭 然后增肥 然后增肥 我可以去决定吧 我可以吃 那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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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话呢 我一个城市 我只待一天 我觉得这跟我的节奏很合 以后有机会的话 你也可以约一下 好的 好的 我收饭难吃 这当然不会介意 我希望可以多吃你做的饭 然后增肥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大家 恭喜男女嘉宾 获得了由岗中蒸蛋糕提供的 浪漫海岛之旅 港容蒸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真爱林天佳 安心好品质 纯粹好醋 林天佳 恭喜男女嘉宾 获得横顺金优林天佳 香醋礼包一份 我看了男生的微笑里面 感觉他是一个很温和 很平静的人 而且我又是个夜猫子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挺合适的 首先我见到女嘉宾 然后就很有演员 然后觉得女嘉宾的性格也很好 然后可以包容我的一些小情绪 所以还是想要有机会可以尝一尝你做的饭 你会嫌弃我做饭做的不好吃吗 当然不会 我还是很希望可以吃你的饭 然后被你喂胖 港容蒸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刚才牵着手从这过的时候丢了小眼神 他大概的是把手拿起来摇了一下 看到没有 我觉得他们的到来 还会让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两个人在谈到过去的时候 双方的那种遗憾和小小的感伤很真实 没错 然后两个人又重新要开始 新的真诚的时候的那种祝福 我相信也是真心的 我们可以勇敢地开始 也可以美好的结束 是的 祝他们幸福